大家好,欢迎来到明珠预报 给大家更新过去的一周关于阿佑理智人大大小小的新闻 现在让我们来上来看看上周终点 一段官方YouTube频道公开阿佑在日本的电影宣传花絮 影片一开头的阿佑就是素颜准备上妆的样子示人 阿佑看着镜头脸自己的模样 让他忍不住说自己的脸好肿 接着又谈成自己在前一晚凌晨2点 没能忍住饥饿 结果吃了泡面和泡菜 很饿了 现在是什么呢 今天我的眼睛的状态呢 我现在都很漂亮 我真的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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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真的没吃完 我今天真的没想到 真的 小了 我真的没想到 哈哈哈 看着阿佑舒颜的样子 也让许多粉丝们回想起20岁的阿佑 10年过去了但阿佑却像洞灵了一样 看过上周重点后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整理了上周的每日更新 7月4日 真路少酒官方IG更新 真路少酒拍摄花絮图 7月5日 京东制药官方IG更新 New Balance官方更新 7月6日 卖人宣传视频 世上的 모든 TOP100 真路少酒官方IG更新 7月7日 CMP官方更新 7月8日 博客居主日本采访合照 Pepsi官方更新 New Balance官方更新 三多水官方更新 三多水官方更新 Black Yard官方更新 If Zary宣传更新 7月9日 我的大叔相关合照 New Balance官方更新 New Balance官方更新 新 这一周的新闻就到这里结束 每周预报下周一晚上七点钟 再次和大家准时见面 拜拜